嗨各位 我是金川一 绝曲0 米哈游最新的第四款主力大作 相信许多粉丝一定想玩得不得了 尤其绝曲0还是米哈游他们在经历了四年多 挑战其他不同类型的游戏 并且都有斩获了巨大成功之后 现在一个完全全新的IP竟然还回归了动作游戏 这里是真心会期待米哈游会如何利用这些年间累积下来的经验 来去把做动作游戏的方式更加突破 好 那这部影片就不浪费你们的时间啦 我会从四个大方面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绝曲0的美术设计 故事背景 战斗和角色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啦 好 3 2 1 我们开始 绝曲0 如果你还不知道 这是一款纯正的关卡制动作游戏 你玩这一作要的只有一件事 极致爽到天灵盖一打就停不下来的战斗体验 但类型是类型嘛 真正呼吁绝曲0他独自的个性的是他的世界观还有美术设计 上一次测试我其实就有参与啦 当时我有说如果崩坏是米哈游的马利欧 原神是萨尔达 那绝曲0就是他们的斯普拉顿 其中一大原因是因为那个美术实在是太潮了 结合了复古 现代 美式 动漫 街头 网路 甚至是赛博庞克的风格大杂烩 最后一整锅给他顿出来的就是一场你眼见之处 全都是乐趣和玩心的视觉饗宴啊 不夸张的说 绝曲0所心中米哈游至今的设计巅峰 是要打好几个大约那种啊 太优秀了 尤其是对我这种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人来说 更是心其中又充满了怀念 因为游戏里面有很多很多相当古早味的电器有没有 像是大屁股电视 录影带还有VHS 这些东西看在现在的学生眼里 哇 根本是科幻世界残物咧 说说个鬼故事 2010年出生的小朋友 今年已经14岁了 他们连摸都没有摸过这些东西是很正常的吧 好啦 扯远了 老实说丹佑这个设计就已经很棒了 只不过米哈游还要在绝曲0身上做出另外一大 或许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呢 也就是那个人物的动画风格 我觉得各位看到现在应该都能察觉到这款游戏 它的人物动起来感觉相当不一样 也没有看起来更有弹性 更像果冻的 没错 那是因为本作大改的原神铁道沿用下来的3D动画技法 特意把人物的Squash & Stretch做得很夸张 来营造一种非常美式迪士尼卡通的风格 你看看这个妮可本来就很弹的东西看看起来更弹了 还有比例 毫无疑问 他是最受这套新风格影响的角色 你看看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实在是太有喜感了 我说真的 如果不是米哈游今天有自信 不然他们不会没事做一个连一张脸都没有的角色在主角圈里面 老子我就是可以不靠表情 只靠肢体语言就传达出足够的魅力 崛屈灵的舞台设定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未来世界 一种名为空洞的灾害吞噬的旧文明 但同时也成为了非法组织的天堂 玩家操控的主角两兄妹呢 诶 我选的是妹妹 声音竟然是迷宫犯的马路啊 你敢信 诶 两个人是负责在空洞内做导航的神将 之所以叫神将各位可以想象成是他们在外面拖着一条绳子 来避免里面的潜水员走丢类似这样的概念 而剧情将会围绕着神将兄妹还有道洞克三人组 狡兔屋的比利安比还有妮可展开 玩家主要会选三只角色上场打 虽然说是动作游戏 但操作本身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 祖传的轻重攻击跟闪避都一样 一顿乱暗就能打出还蛮像样的连段 你看看这个声光效果 米哈游从封三进化的有多多 应该是不用我多说了吧 要说特色那无疑就在于三只角色的切换了 诶 对 橘曲灵的换手战术可谓十分多彩 你既可以在最后一刀下去的瞬间按QT BOOM 换手延续空搏 被做的时候也可以靠换手来截断攻击 然后这是我最爱用的一招 当你在敌人攻击的前一个瞬间按换手的话 没错就能使出换手招架 拼刀打铁 根本之狼 打击感超全 那一声清脆的 真的你成功按出来一次 就彻底上瘾了 根本停不下来 动作游戏苦手也不用太担心 看准敌人的这个 bling一下闪光就可以了 就连战斗结束效果也是帅到不行 好 那股价有了 再来我们看肉 诶 不是那个肉 不完全是 反正就是可以用的角色群啊 诶 来 手游嘛 角色就是要香 以往你可能有男有女有萝莉就爽了 想不到米哈游再度超越了自己 竟然给我放了兽人在游戏里 卧槽帅气大狗狗直视 不要给国中生输入这么这么母汤的XP好吗 CV 我就知道又是小林青红 到底要陪几只狗啦 好啦 我要说这种角色动作游戏 我个人最注重的一个点 就是你能不能从每一只角色身上 感受到完全不同种类的爽 而绝曲灵尽管系统极其简单 跟漂亮的满足了这个需求 像那个安比好了 他是你们知道的每款手游必有的一号林柏林吗 就是要面瘫 无口属性 一切都很标准 他就是这款游戏的基底 你玩他能够感受到最经典的近战拿刀连断的爽快 而且你听这声音是谁 是福利脸 但第二位比利他就很不一样了 人家使用的武器是双枪 从他身上你则是能得到华丽射击炫酷走位的爽感 比利的声优是林勇 个人最有印象的角色 100%是排球少年的田中学长啦 最后脚突乌的头头一看就知道上市后笨子会很多的妮可 他就比较偏向一个远近监固型武器是装着弹药的皮箱 可以一边向着尻人一边撒子弹攻击 FBI重点保护对象黑肉猫猫 他可以在完美闪地后给自己上BUFF 你看人家轻盈的动作还有冲来冲去的突进式攻击 都是非常受人式的战斗死路啊 要的就是一个滴滴盘zoomzoomzoom 纵横无尽的快感 再来弱气女仆可怜武器为原具 米哈游真的是清楚知道巨子这把武器的爽点在哪 可怜有非常多招式他人是会暂时停顿让巨子工作的 更加去强调出你在巨东西而非单纯斩穿的感觉 我敢说做这套动作的啊 绝对有玩过四神车 好最后大熊熊他就是游戏目前唯一的坦克的 他的特殊性能是可以防御吸收敌方火力然后打回去 拿着一根柱子回来回去铁皮硬干嗨到一个不行 我上面只举了六个角色给各位听听而已啊 就这么丰富了 相信我其他没有讲到的工业钻头突破天际 大兵板斧拍死敌人也都有他们自成一格的爽快 反正你玩巨曲灵要的就是一个字啊爽 我甚至想直接发明一个新字爽 差差多两倍 因为这游戏单就打击感 视觉跟音效方面实在是爽到出之了 你们懂吗 游戏的两大主要玩法就是前面介绍到战斗还有深浅了 所谓的深浅其实也就是带路啊 游戏采用的是像这样的一个抽象的形式来表示 诶 这绝对是大屁股电视继P4之后最风光的时刻了啊 你可以做到一些简单的解谜 推推箱子破解一下机关之类的单论画面呈现 一样精致度满点了 不会到太有趣可也不至于到无聊拖台前了 毕竟各位需要了解到的是 《绝蛆灵》虽然是一款大作 但也绝对不是像星帖原神这样的大作 就人家追求的不是有超大世界啊还地图 而是专精于特定集点然后把它做到极致 好 那这边我们就来讲讲游戏的探索要素吧 《绝蛆灵》可以自由活动的区域相当的小巧精致 但能做的事情也是蛮多的 你可以去吃拉面 喝咖啡 逛超市 还能去超级母汤的犬娘姐姐基因的街机厅玩上一把贪吃蛇 可恶 忍不住会想要一直再来一次 在街上你有时也会遇到一起工作的伙伴和他们一起聊聊天 甚至是一些熟面孔 哎呀 旅行者 你也是来找哥哥的吗 然后 这个家伙果然是不会缺席的 OK 那以上就是我认真地玩过《绝蛆灵》之后的介绍还有心得啦 不用说米家游戏齁 那个底线绝对是狠狠压在很多厂商的上限上面的 当然也不是说这游戏就是100分 没有游戏是绝蓄令我这样玩下来啊 它连段种类不够多 敌人不会做出太复杂的攻击 几乎没有难度可言 还有那个场景看来看去都一样 这些确实是这一座比较不足的地方 可以感受到他们怕游戏做太深会劝退浅层玩家的顾虑啦 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游戏上的时候又冒出什么 绝蛆灵动作游戏不想玩回合制才是王道这种奇怪的论证啦 应该是不会 是从原神到铁道才比较会有这种偏见 反正 以我这个只喜欢玩好游戏不在乎类型的人而言呢 对我来说 动作和回合制拥有的爽点是不一样的 回合制玩的是效益的最大化 就因为什么东西都是规定好的 所以你要管的是什么时候出什么招才能一口气打出最大量的输出99999 一旦成功了就会有大量回收效益的满足感 而动作呢 玩的是反应的最佳化 由于不再有回合的框框 因此你必须随时对敌方的动作做出反应 然后挑选正确的动作来化解 这也是为什么玩即时战斗的时候 最喜欢做的事情不是以盾奏而是招架还有防御 然后combo也属于这个范畴啦 一旦成功了 就会有0秒出手 无伤杀敌的优越感 两个做到极致都很爽 两者并没有勾下之分 大家有什么游戏的预测或心得都可以在留言区分享喔 像是你猜这个宇宙的雷电将军什么时候会出现 杨书会不会再度乱入 贝洛伯格在这个宇宙到底会不会还钱呢 我是金川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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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